哈喽大家好,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最近赵丽颖在家坐月子 冯绍峰也一直提身照顾老婆,形影不离 大家都以为她会陪着赵丽颖坐完月子再露面 但3月19日冯绍峰官方影迷会公开了冯绍峰近日的行程 在3月20号晚上9点左右 就有网友偶遇冯绍峰现身成都某酒店门口 她一身黑衣黑裤打扮低调 身边跟着一个工作人员 自己背着一个黑色大包 手上没有提别的东西 夜色一晚,两人形色松松 之后进入酒店就没有出来 想必要为明天的活动好好准备,早就歇息了 从冯绍峰官方影迷发布会的消息 就知道她在3月30号还要出席一个品牌活动 这就意味着冯绍峰可能已经正式开始营业了 之前大家都以为她会陪着赵丽颖坐月子 有网友抱怨冯绍峰一个人住酒店却也未归 留赵丽颖独自在家坐月子 还有大孩子 对赵丽颖的压力会不会太大了 而且这个时候 缠妇是最需要陪伴的 张杰当初退掉全部工作 陪谢娜坐了三个月的月子 甚至有网友质疑 冯绍峰其实没有那么爱赵丽颖 对此你怎么看 欢迎留言评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